风箱瀑布 在墾丁有注意路线的告示牌 在风箱瀑布有青蛙优先的告示牌 风箱瀑布位在新竹大山贝 山林里景色优美 吸水很干净 吸流速度缓慢 吸川的深度也不深 很适合亲子旅人来这里休闲采水 这里是一个不需要跋山涉水 就能倾尽大自然进行玩水的地方 朋友们来此玩水玩够了 回程还可去那湾老街逛一逛 走过小拱桥即可抵达风箱瀑布旁的凉亭 那里可以更亲近瀑布 走过小拱桥即可抵达风箱瀑布旁的凉亭 那里可以更亲近瀑布 那里可以更亲近瀑布 站在瀑布对面的廊道上 也能欣赏如涓丝状的瀑布之美 继续往上走 沿途都是唯美的绿色树林 森林野稀绿样然景观优美 是延年夏日清凉消暑的好地方 我们继续往上走 去看看显伯宫百年古庙 显伯宫百年古庙禁止进入 可能是阶梯有点问题需要整修 帮自己科普了一下大家知道的土地公庙 就是客家人俗称的显伯公庙 风箱瀑布 风箱瀑布能让小朋友体验捞虾和捞鱼 还可探索大自然的生态 这座小拱桥景观宁静又优美 吸引不少女人站在桥上取景拍照 从这里就可轻松抵达 一处适合全年龄的千紫细水区 疗愈的阶梯瀑布 梦幻的好似山林里的小仙境 这里的西川步道很好走 西里有一层一层的阶梯瀑布 西水相当清澈且凉感十足 水位深度并不深吸流速度也不快 场地虽不大但很舒适 全家在此野餐或情侣约会玩水聊天都很不错 只可惜这里没有厕所和更衣室 比较不方便 如果有了这些设施就完美了 走在石阶上不会觉得很滑 而且重点是完全没有蚊子 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玩水 不用担心回去身上多了好多红豆冰 在这里打打水仗泡泡水 在炎炎的夏日里就是玩水最开心了 早来可以选位置 也不用人挤人而影响别人玩水 玩水 玩了一早上游客也开始变多了 午后雷震雨也要来报道了 雷声大作已提出警告 我们也该闪人了 雷震雨来得又快又急 还好玩水的地方离停车场不远 蜂香瀑布是一处吸收芬多精与负离子 带夏日吸水好去处 朋友们有空也来凉快一下 很舒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